宝哥这种温暖的叮铃 我会永远永远都记得 我希望宝哥的亲人也要节哀 因为宝哥一定希望我们 在悲哀之后一样的 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的活着 我认识宝哥已经一段 很长很长的时间 应该是从天与地 一直到同名状的那段时间 虽然每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都是在工作的时间 但是每一次都会感觉 他像一个大哥哥 然后照顾着身边每一个人 我记得在天与地的那个时候 我每一次拍完那些很危险的动作 他都会跑到我身边跟我说 小朋友不要那么拼命了 然后一直到投名状 我真的因为一些动作的场面受伤了 然后宝哥没有说什么 他就在我身边还是像一个大哥哥的 然后还用器官帮我治疗 那后来他就会说 你知道吗 你这样在你身边的朋友会很心疼你的 然后希望我会不要忽略自己 今天康康的生活 宝哥这种温暖的叮铃 我会永远都记得 我希望宝哥的亲人也要节哀 因为宝哥一定希望我们在悲哀之后 一样的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的活着 他会在另外一个世界为我们祝福 我们也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 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博英 哈喽大家好我是国书瑶 哈喽大家好我是依依杰 我一直觉得 宿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 真的吗 对对对 可是我还听 看什么看 快听到我 快了 哈哈哈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